Priven 第一局Priven已经出来了 居然是光代理吗 对啊 我没看错吧 是光代理吗 是的 没错 光代理是伞生这边的 对 然后卡比兽这边扫了风雄猫 那看来 扫了一个对吧 卡比兽这边是做足了功课 他知道他的常用梦里 双方都有做足功课 好的 我们这边 闪神那边拿出了一个风极地 风极地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在RT里面 是的 是的 但闪神就在用 他甚至拿这个风极地打这个暗奥 这么强 这个风极地是满抗的吧 没有意思 是满抗的 我们开始都说了 你看帽子满抗 全是满抗 全是满抗 我们期待一下 这个满抗神教真太强了 好 这边卡比兽选出了火奥加风龙骑 好 要压一下这个攻击条 好 好的 闪神这边拿出了一个火 闪神这边 拿出了一个火富人 火富人 火富人在应对风龙骑的时候 确实也更强 你看这个二级暴击拉条 对 因为二级是有条的 对 能够更多的 获得更多的回合 那他这么选 就是默认不去半条风龙骑了 那这边卡比兽 卡比兽要选火海王 要选火海王 火海王 我觉得火海王在这一局的表现 可能不是太好 我们看抵抗有多高 对吧 我们拭目以待 说实话卡比兽这边的输出 哎 拿了暗喵喵 几乎是没有 哇 这个魔力啊 这个最近几个赛事啊 把那个火爹一半的 卡比兽这边的输出 几乎没有呀 嗯 是的 哎 不不 我卡比兽的 火奥这个输出 你要你要说火奥是输出 这没错 但你得跟那正经输出来比 不是 你跟这个暗猫和这个火富人来比 那肯定 可是 对 卡比兽这边的 相对保守一点这个阵容 好的 双方都选择了命中队长啊 我们 我们来预测一下这个 到底会是怎么样一个走向 我觉得 闪神这边突破很高 对 因为对面是没有免力的 然后他的火富人 对吧 对 火富人这个 对 全破甲 很致命 是的 然后这边封击地 我们看一下这个封击地 发挥 万一封击地 他是个满抗的 就是满抗啊 我们看能不能抵挡这个火海王 那 对 他只要能够抵挡到火海王的叉子和大招 那么封击地反手一拉 那这边全是手动拳 是的 是的 但是怎么说呢 卡比兽这边他选择了一个 稳妥一点的水人鱼 对保守一点 我们 我们不知道这个水人鱼哈 我觉得这个应该可能是高速的 一定是高速的 对 好的 我们看一下 抱手 抱手了 我砍两刀都快成了 这个 好 命中到了 风 风虎地的大招 这个还是蛮关键的 是的 这个大招力有什么 人鱼 人鱼 看到这个人鱼特别的快 这边抱手 但是这个抱手没什么用 没什么用 对 其他人都还没放进 是的 这边按龙利选择 按龙利 加工进聊 哇 这一波二技能 二技能 火 二擦队 反击了刚刚 哎 晕到了火夫人 这个晕太关键了 对 这个晕太关键了 这边 风虎地要登出游戏了 这一波 统治的棒棒堂可下来 哦 还差一丝血 差一丝血 但是一发普攻去能够带走 而且还暴力 这边选择 对 这个 闪神这个节奏已经没了呀 这一场了 对而且 霍甲没有好好利用到 对而且刚才火海王的大招 确实也晕倒了 这个风景 嗯是的 是的 是的 哦 这一场如果杀了火夫人 这一场没有悬念了呀 这边风龙齐的棒击率肯定特别的 他打这个火夫人两架都够了 对 至今为主没有失误 看能不能废倒 好 没有废道 没有废道 可惜 这边他 好的火夫人马上要登出游戏 并且没有技能去联动了 那这边 我感觉第一局已经是很快了 是的 这一局 闪神这次运气不好 因为他被火奥反击了 然后被他的队 打掉了 还晕倒了 而且他这边的抵抗 确实也没他会拍到这个 是的 我真的错过一次爆发 就有主动被动了 对 那个火奥的反击太关键了 是的 是的 这个火 火奥这个魔灵 这个 毒瘤 对 打节奏太舒服了 对 他跟这个光琴一样 随机运人 而且殊死速度很高 是的 对 所以光琴现在有很多人在用 打节奏魔灵 光琴自从上一波那个Bug修复之后 确实 工作人员也不多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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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恭喜咖啡秀 率先获得一分 对 闪神 从这个 想一想怎么应对下一轮的比赛吧 要不要考虑把那个 我觉得他他那一首封击力说实话 拿的太早了 你觉得呢 是的 是吧 拿那个封击答案我觉得行 还可以 对啊 高速满抗还没有免疫啊 对对对对 好的我们第二局比赛马上开始 嗯 那么上一把的preband 这边选择 卡米说这边是拌掉了 闪神的这个光带里 他的他的主力魔灵啊 好 这边选择好 也是根据上一回的上一局的这个 精彩表现的魔灵 选择preband 这个火奥和火蝶 火蝶 好 散绳这边选择 我觉得他要拿他的惯用了 还是风迭 对 风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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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还是想让这个风迭地 挡回一点面子吧 不过因为上一局 卡米说要加速了 他选择了 先手突破 对先手突破 闪手突破 他可能还是想让这个风迭地 那这边凤吉利肯定拿不了先手了 不一定哦 如果有个速度队长 还是凤吉利吗 其实上一轮说实话 上一轮双方都是命中队长 所以对于满抗来说 挺吃亏的 是的是的是的 挺吃亏的 对面红矮王队长 这边满抗其实 没那么大的优势了 如果对面不是红矮王队长的话 上一局还是有点机会的 老人来了 老人在这个赛季的发挥 真的特别强 很全面 多段攻击破甲 还有静了 还有恢复 还有恢复 加速 什么都有 他除了没去赛 什么都有 对 除了没去赛 好 来了 光夫人来了 因为这边 卡比兽这边已经免疫 已经是看到了 对吧 可以搬掉了 就算卡比兽这边不一手免疫 你估计也是得吃饭的 是的 我们刚刚选手介绍的时候 已经说过这个光夫人 在缺少免疫的时候 他还是不利受免疫 但是我估计得吃饭 肯定是要吃饭的 肯定是要吃饭的 对 而且这边 那没错了 他这样选的话 他只能去半跳风龙鞋 是的 可是这个光带里 你看吧 光带里是满抗的 满抗高速 满抗高速 满抗高速的光带里 真的是特别的恶劲 对 我看过几场这个散盒比赛 光带里的拉条 跟那个风跌的配合 他一直在无限刷 就无限刷 对 这个大一直没断过 对对 你打我反正我无敌 对吧 对对 你打我不掉血 我还有无敌 各种拉条 是的 这确实挺恶心的 而且说实话 这边全板上 由于对面没有命中立场的话 很难打 对 我们看一下反正的发复吧 我觉得这一场是有不如是 对 其实我觉得卡比赛这边太厚可 还不如去搏一搏 就是不去选这个免疫位 你觉得呢 哦 对对 对吧 他不选那个免疫位 再选一手B半位 可能 可能会是更好的选择 然后舞动又在这边了 对对 对对 是的是的 好的比赛马上开始 好 擦掉了技能 这边拉一下 对他风天使用了 对 哇 这边居然成功命中了 这个免疫被取散掉了 不过看攻击条来看的话 光代理是能够动的啊 他这光代理其实还是 他这个暗篓里还是想配合光夫人 这一波combo 真的 加温霍甲这一波combo 汪夫人这个 再拉一波条 3加2 对吧 对面对面 好的 免疫不过你怎么打 对不对怎么打 这高速你打谁 对打谁呢 然后风蝴蝶 他的攻击条是比汪夫人快的 是的 要刷技能了 但是没有用啊 我这边是全是免疫啊 对啊 刷技能 这边再刷一波 然后又是3加2 再来一波3加2的combo 就游戏结束了呀 游戏结束了呀 双手离开手机好吗 太精彩了太精彩了 太精彩了 我们恭喜闪人啊 对卡比 这一次的比赛事务 确实是蛮快的 对蛮快的蛮精彩的 蛮精彩的 由此可见 其实光夫人对于没有免疫的队伍 威慑力比火龙力更强 对吧 卡比这场实际上有点被动了 好的我们第三局马上开始 而且他那个光带里 是被光卡剪过条了的 啊韩总的 对吧 他已经是被剪过条了的 是的 要不然其实那个时候 如果他速度不够快的话 他可能要被 口海王 高速口海王给给控到 对 对吧他第二轮的大招 对他口海王 他肯定要给一下封电技能的 对 因为如果没有那个技能 下一回他没有大 好的卡比说这边还是选择了 半掉了 带里带里对 因为带里是他的主意模拟 这肯定得办 闪神牛皮啊真的 好的那么这边先选 又又回到了卡比说这边 选择半的 选择拿掉了火爹 火爹要加速了 那这边还是 闪神这边还是要一个常规阵容 因为他的惯用阵容 对 我觉得 最聪 也不是最聪明啊 比较聪明的玩家 肯定是拿自己最拿手的套路 就是很多时候 其实我自己在打实时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是 见招拆招 打着打着就 没了自己的风格 就忘了自己想玩什么了 从而就输掉了比赛 对对对对 对对对剩神这个这个这个 你自己不惯用的魔灵 你千万不要着急的去抢队内 是的 你呃 闪神的这个封击力啊 我一些 的很多次啊 我发现他是啊 呃 可以转主动 也可以转被动 因为他是满抗的 他主动 我可以当一个消 Check out 对对对对 就说他这个封击力 确实有点有了点东西 有点东西 有点东西 对對吧 对哇塑卡米拉来了 啊水瓦都说什么 对 找一批的战神 那就是半掉疯跌了 或者半掉闪成的Counterway 不管你选什么我都半掉 这个水瓦就无敌 对 反正你没有回复 水瓦就是无敌的 那这一场的主动在卡比兽这边 是的 这就跟上一把卡比兽被半掉光小马是一样的道理 不管你上什么我都要半掉 我们看他们怎么赌 我觉得他肯定要半掉这个暗奴力 是的 可是他那他就有33队长了 他的火笛可能出掉手 对吧 是的 他肯定还是得半掉这个暗奴力 是的 因为卡比兽这边他不仅仅是有水瓦 水狼人这个威胁也很大 因为对面是火瓦加火奥两个火器 这边其实打这两个人可是蛮好打的 对 这样的BP有点 卡比兽这边我觉得是一面大一点 是吧 我觉得他这边是有续航的呀 对不对 然后卡比兽把这个暗奴力一半 就就就像刚才我说的 不管你选什么 我把你这个Country一半 对 你就你就没有了 对 对 而且 而且这个水瓦的这个被动是暴击减伤 对 暴击减伤 这个本来就匿数现在打 是的 他在水瓦在应对这个风跌和风 风沙漠的时候也是很 是的 风击力的时候也是很好打的 这场有点东西 我觉得这场 哎 弹幕说了啊 水瓦一打四 对 水瓦一定一打四 我也我看行 好的 我们比赛马上开始 嗯 好这边还是选择参掉了风跌 这个打击 这个普攻居然命中破甲了 破甲了 好 海王的速度也太快了吧 对 对吧 消除 风击力没抢过 海王速 可能他为了追满抗 损失了一点 对吧 看他这个速度有多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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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一半水已经没有了 暴走 哇天哪 这个水瓦是公共爆上的吧 这个水瓦太强了 对吧 这个水沙漠给了一波加工 这个水瓦居然把这个 化掉打残了 这波看一波回雪 给一波加速 这波 来一个全破甲 我觉得最炒的水瓦 当这个暗帕在用 对 这个火瓦要登出游戏了 是的 什么东西 一发普攻再来一个二技能 我看看 暴击了 暴击了 天哪 两万雪 他又暴走了 又暴击了 这一场 没了没了 没了 没了没了 你打我一下我还你一下 对吧 就跟就跟那个班辟哥上来说的 好我们公平恭喜卡比兽 卡比兽 拿下了比赛